我們在組提案的是 我看一下各國解封的指引會診 那其實今天的大概做什麼東西 希望快速跟大家五分鐘解釋一下 那還是在開始之前講一下 其實蘇格大宗提案的簡報 那我們現在會之所以提出這個疫情檢診 是因為看到解封的現況 就是中央症地方還是有做法太多的 然後希望就是可以會診 那現在的做法就是先會診 就是國外他們有的規範 然後會一起協議的獨家 比如說看別的國家 他們在做疫情解封的網站 到底是怎麼樣呈現的 那現在進入其實一切才剛起步 然後就是還是很歡迎就是新手 新手友善 我跟今天的貢獻者其實 很多都是不會且成事的朋友 對然後所有人都適合 因為解封就跟所有人的生活息息相關 那也跟大家講 他其實今天有一個很重要的 是因為我們的頻道誕生了在Reopen 歡迎大家搜尋這頻道加入 對是這頻道新生寶寶 那貢獻者簽到具有旅餐 恩恩今天早上提案的 然後還有阿妮跟我還有Cela 然後跟MHR的那個 那其實目前可以找到的東西就是從旅遊 或者是檢測出入境的限制去找 那可能在找的時候會去注意時間跟規範 那現在以台灣現有的來說其實現在就是先 然後說台灣現在的解封禁到底長什麼樣子 那因為剛剛講到其實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那至少是以出入境為例 我們在外交部的官網其實首頁找到關於入境後的隔離 疫苗規範或者是如果我作為不一定是外國朋友 可能是在國外生活然後要回來台灣 我想要馬上有一個page知道現在疫情資訊 都完全沒有很能夠一目瞭然的資訊 那像是外交部的官網就講這樣子 他就是給你一張圖卡 然後也沒有這個上面的網站也不是超連結 就是你還要再自己再去搜尋這樣子 對那就對比一下其他國家的 像是我們後來看到最理想像 那澳洲移民及國際保護官網這邊 他就是有很多根據你不同的現況 你是澳洲人或是移民 或者是你是要觀光之類的 那後面會有另外一個同伴補充 那其他如果台灣這次有疫情資訊的通知資訊 我覺得很不大部分還是要透過 就是民間新聞他們自己會去自製圖卡爾人包 那這個原因就是因為其實 比如說我要看藝文場所的解封禁 我就要去文化圖 我要看教育場所的解封禁 我就要去教育部 可是都沒有一個同意會整的 但是會來訪的是民間 就是民間相關的媒體 然後也都是字卡 沒有就是可以讓我們點進去的 言結或是秘密這樣 那這個就是以教育部社交單位為例 然後還是放一個字卡這樣 對然後接下來其實我們 今天有很大的成果 就是有先開始整理各個國家 不同的官方疫情指引網站 那以日本為例的話 其實我們也覺得有點類似台灣的網站 那就是很難馬上找到要的資訊 就是長這樣子 對那 現在韓國跟新加坡 有一些已經就是朋友們已經先撈出來了 可是其實我們更需要更多 就是 對這些語言熟悉的朋友們一起來看 現在就是一個文獻卡書的概念 那去看了他們的網站做的怎麼樣之後 然後他說 其實台灣也可以這樣子做 然後是馬來西亞 那我交給另外一位今天就是一起合作夥伴 好 大家好 我是Stella 然後我今天主要就是幫忙收集 就是不同國家 然後他們針對疫情的一些相關的指引網站 或是說 你今天是觀光客 或者是出差 然後 我要怎麼樣去 假設我去這個國家 然後我要 從哪裡獲得資訊 那像是 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很多國家 它可能其實政府不見得有一個很好的資訊整合網站 可是 像是美國 美國的那個 駐各個國家的大使館 它的官方網站 常常都會列出一個頁面 就是很清楚的指引說 這個國家它目前對疫情的規範是什麼 然後比如說它有沒有疫苗可以打 那你外國人 假設你要打疫苗的話你要花多少錢 然後還有像一些相關的隔離的政策 他們其實都列的蠻清楚 那這邊都是 我從就是馬來西亞 就是美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的業務 結束下來 我用無國反應 然後比如說 你可以看到就是 你會在馬來西亞做測試 然後呢 或者是說 甚至有些連結 你可以連結到馬來西亞當地 他們自己的一些 關於疫情的平台 那我覺得這樣 它這個就是網頁整理的還蠻方便的 對 然後 這邊的話是 美國的 美國它其實是 也是各個國家裡面 它資訊統整做得最好 就是你可以去很快的找到說 每個州 或者是說你週一週之間就是旅行 你需要注意哪些事情 好沒時間了 然後歐盟 對 我講一下歐盟 就是歐盟的話 它也是很方便 就是它有一個入口網站 然後你可以快速的輸入你要去的國家 然後它就可以就是列出這個國家 它不管是在旅行 或者是 醫療院所這些相關的資訊 都可以在這個網站上面找到 甚至你可以輸入你要出發的國家 跟你要抵達的國家 那它也可以告訴你說 你要參加這兩個國家這些旅遊的話 你需要做哪些準備 或者是你不管疫苗 或者是其他的相關的疫情的資訊 都可以在這個網站上面獲得 然後 後面就是一些其他的國家 那目前就是有一些 就是我們有其他朋友 我們在等嗎 百義這些就是 德文的部分 對 好 澳洲 對然後 剛前面有講到就是澳洲的這個網站做得非常的友善 因為它點進去它是針對你的身分別 不管你是 就是外國人你要入境 還是說 你今天是要出差去澳洲 那它這個入境網站都是做得非常的友善 就是照你的身分別點進去它 你就會可以獲得你想要的資訊 這樣子 對 然後 好 大概就這樣 謝謝大家 好 那接下來我們請後輩是不是假的上台 然後 下一個是 DECENTRIE 燙燙各位 好 好